可是韓國瑜他當時就做了決斷 叫吳思堯打電話 那吳思堯在韓國瑜真的發生怒的情況之下 吳思堯怕了 他也會怕 對 離開立法院二十年 重回立法院 做到的立法院長 還能夠有這個功力 不簡單 很多人說 韓國瑜是不是太軟弱了 是在印尼點 民進黨這幾天開始稱讚王金平 為什麼 因為他接到王金平的時候 會比較浪民進黨 會比較願意跟陪著民進黨扯爛屋 對對對 所以他們覺得說以前的做法 在王金平身上可以得逞 可是韓國瑜現在不甩你這一套 韓國瑜雖然也不怎麼罵人 講話也慢慢的把聲調放得很平和 但是韓國瑜對於原則上是很堅持的 例如說 你民進黨把韓國瑜鎖在 這個議場後面的院長休息室裡面 但是非常惡劣的 對啊 非常非常惡劣的 限制人身自由 過去也這樣子也處理過王金平 他也被鎖在裡面 可是王金平被鎖在裡面 王金平當時就是跟柯建民那邊 兩個人哈啦哈啦哈啦也沒有解決 可是韓國瑜他當時就做了決斷啊 就叫吳思堯啊 他知道嘛吳思堯比較年輕嘛 那柯建民也是老狐狸嘛 他叫不動嘛 所以叫吳思堯打電話啊 吳思堯在韓國瑜真的發真怒的情況之下 吳思堯怕了 他也會怕 吳思堯就打了電話 所以最後才能夠打開休息室的門 剛才打開休息室的門的時候 韓國瑜又遇到了麻煩 幾個民進黨的女立委就衝過來了 然後把他圍在中間 團團包圍 對 韓國瑜在 我就前一兩天啦 韓國瑜跟他幾位朋友相聚 韓國瑜就拉起衣服給大家看 被拉來拉去都是傷負貝 都是瘀青啊 天啊 但他們忍住啦 一個立法院長做成這樣 沒有錯 但是從這也可以想像 民進黨多麼的惡劣 他那時候韓國瑜說 休息室被鎖住 然後打開了門 對 然後從休息室出來要進入議場 很多幾個民進黨的女立委就把他包起來嘛 對不對 包起來的過程裡面誰知道 韓國瑜受了這麼多的傷 對了 受這麼多的 這等於是黑手啦 對 這麼多捏一下 戲捏一下 目的就是為了阻止 阻止韓國瑜進場 進議會 對 然後再加上你說 連韓國瑜的旁邊 韓國瑜在喔 他的郭國文 賴清德的嫡系郭國文 竟然當著韓國瑜的面 搶了他的秘書長周恩來的那一本 他意識的紀錄本 對對對 直接拿了就跑 好惡劣真是強盜行為嘛 這一點我倒是有堅定過韓國瑜啦 要立法院要針對 針對郭國文要提出告訴了 對對對 這個是非常惡劣的 這個沒有免責權 立法院委員只有在質詢的時候 在院會委員會質詢有言論免責權 但是沒有人告訴你 你可以去偷東西在搶東西 包含了邱毅營跟那個誰 邱毅營跟黃傑有沒有 去偷國民黨的那個那個表決卡 對對對 計票卡 對計票卡加表決卡 對 那韓國瑜事實上很決斷的 就是表決卡被偷了 那怎麼辦 舉手表決啊 舉手表決對不對 有什麼不對啊 那接著呢 有民進黨就開始製造謠言 說韓國瑜濫權 怎麼可以用舉手表決 就不能留下所謂的會議記錄等等 認為韓國瑜有私心 好 那也有統派的學者哦 我就直接說好了 黃志賢也呼應了 對不對 說韓國瑜這樣子不當 用舉手表決 不服民主原則 韓國瑜今天在議場裡面 就直接面對這個問題 對 他直接就講 在整個意識規則裡面有規定啊 對啊 可以口頭表決 可以舉手表決 也可以用表決器表決 對 有三個方式 對 對不對 好 那口頭當然情況這麼亂 就不可能的 對啊 好 那如果用計時器表決 韓國瑜說 他有在朝野協商 要求各個任黨拒絕 嗯 就是說能夠大家守紀律 和諧 不要再鬧 而且每個人回到座位 對啊 那這時候有表決性表決 OK 但如果你不同意 因為柯建民拒絕簽嘛 他拒絕簽的話 那韓國瑜有一個選擇啊 就是舉手表決 你們又不願意回位子 對啊 你們又不願意回位子 然後就是要把國民黨 國民黨今天不是在 你也有去直播過嘛 對不對 他們在門口守夜 在議場門口守夜 對好守夜了好幾夜 好那現在終於可以在主席台 保護住韓國瑜 對好 那現在民進黨如果用一個 用計時器表決 那這些國民黨立委 是不是要撤回收尾 沒錯 那一旦撤回收尾 人家反饋了然後衝到裡面 然後把韓國瑜包住了什麼 又把韓國瑜拉下來 是啊 那他甚至就把他們以前的做法 就直接把那個 麥克風給先扔掉了 給拔掉了 所以說韓國瑜這一點就有經驗 所以他很鎮定的 他就說那既然你不願意簽署 要維持和諧 要回座位 不能夠善離座位 就不能踩計時器表決 要踩橘色表決 那韓國瑜他就願意承受 外界不了解立法院實況的人 對他無理的批評 對 所以我覺得就這幾點 他可以看得出來 韓國瑜在亂中 他穩得下來 而且他排應非常快 而且他第一次做立法院長 對啊 而且他事實上 他離開立法院很久了 他離開立法院大概有 大概 大概18年20年了 離開立法院20年 重回立法院 坐上了立法院長 還能夠有這個功力 馬上就有這個表現 不簡單 所以我們很多人說 哎呀 韓國瑜是不是太軟弱了 是在硬一點 他不能再硬了 他是立法院長 說實話 還是要維持一定程度的 意識中立 對沒錯 他不能讓民進黨有批評的口實 說他在偏袒國民黨跟民眾黨 但這個部分 我覺得他做得很好 對我覺得他分寸拿捏得很好 所以就這一點來說 我認為要給韓國瑜 我給他90分 我覺得他真的表現得非常好 但是就是在民進黨這種 他操控媒體 然後宣稱國會改革是 是這個在野黨立委的擴權 這個濫權 他這個黑箱作業的這個情況之下 因為邱大哥你已經也是老立委了 對不對 你來看這件事情 你覺得真的事實是這樣嗎 有濫權嗎 有黑箱作業嗎 所以說秘密規則非常的好 你知道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包含了蔡英文 顧立雄 鄭立軍 林佳龍 對不對 他們都提出來 類似的國會改革方案 對啊 甚至那時候黃國昌 還沒有做立委的時候 他也幫民進黨寫過相關的條文 對 沒有問過他很多意見 好 那這一次國民黨在 在國會改革無法裡面 很多也是參考了民進黨 過去像顧立雄 像林佳龍他們的方案 對不對 甚至連柯建民當時 都有他的柯建民版本 對啊 這個新聞清清楚楚的 那你那個時候 難道換了屁股就換了腦袋嗎 對啊 或者說你現在民進黨已經腐化了 在權力高峰過去八年 民進黨蔡英文執政 民進黨在立法院於須以求 根本把立法院當成 行政院的立法局 對不對 所以你以為說 就在權力中已經完全腐化掉了 所以不想再改革國會了 不想讓陽光照進立法院了 所以以前你同意要國會改革 為什麼現在反對呢 沒有理由啊 而且國民黨提的版本 我覺得非常的合理 那你說黑箱一點道理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第一個他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他就經過了審查會嘛 對啊 審查會的招委叫吳胡宗憲 不是那個主持人的吳宗憲 立委吳宗憲 是立委吳宗憲 找到很重的那個吳宗憲 那另外也開過好多是公廳會啊 公廳會一直請了很多 不同顏色的學者來發表意見 總數大概有超過50位學者 都發過言 都有白紙黑字的紀錄啊 然後送交到院會的時候 在院會又有韓國瑜 超級的朝議協商 充分的表達意見對不對 而且在過程裡面 所有的國會改革武法的版本都上網啊 對啊 對不對 記者也都在談裡面的內容啊 所以哪裡有黑箱可言 到現在還在跟著民進黨的謠言 亂講什麼黑箱作業 要反黑箱的 你不覺得有神經病嗎 對啊 前面的步驟已經都做得這麼的好了 對 毛澤清就說 那個是不是去大型面試現場 去面試那個 對啊就就業博覽會啊 對對對 大家都說那就業博覽會 他取兩名 第一名20萬 第二名是20萬 對啊沒錯 這樣大家看到林飛帆 林飛帆能夠拿從09萬到20萬 對不對 再加上那個就業博覽費 連那個窩囊貝 沈柏洋都要的曹星辰 又親自到現場 那很多人想說 那我應該去表演一下 表演一下說不定可以說 黑熊學院的副院長 沒錯 對不對 變成一個新型的就業博覽會 我覺得很丟臉啦 你根本沒有什麼濫權擴權的問題 也沒有黑箱作業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最無聊的 最無恥的 最無知的一個謠言是什麼 本來是柯建民突然間 突發很奇怪的言論 他說坐在主題主席台上面的 是韓國瑜對不對 對啊 他說坐在主席台上面的不是韓國瑜 是習近平 當時我就覺得柯建民有病啊 他是不是 有病啊 有幻覺跟幻聽 你知道嗎 你記不記得 傅崑崎那時候不是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那時候跟柯建民打水口的時候 就說要把柯建民移銷 送到醫院去治療 精神病對不對 那時候大家還認為說傅崑崎隨便亂講 攻擊 那其實不是 你明明說在上面的是韓國瑜嘛 那怎麼會說呢 主席台上面是習近平呢 對啊 到底是眼睛不好還是腦筋不好 對啊 所以呢 但是後來這個謎題揭開了 因為有一個有一個日本人叫做 產經新聞在台灣的特派 叫石板明夫對不對 他結合了一個現在在美國 大陸的民運分子是叫袁弘斌 對 然後他們曾經編造了一個謠言 對 他們那個謠言還編的煞有介事 真的 他說1月27號 很有趣 你看仔細看他的時間點 他說1月27號 習近平就下令 叫王滬林他的政協主席 對 然後跟宋濤國臺灣主任 然後再下個命令 給韓國瑜跟副文群 一個是院長 一個是總召 對 要他們要製造台灣立法院的亂象 對 那用什麼理由呢 就是用所謂的國會改革武法 嗯 然後要讓台灣立法院發生亂象 那這樣子大陸才有機可測 對 好 那這個這個我為什麼一看 就知道這個很荒誕 是謠言 你知道為什麼 從那邊看出來的 因為他說1月27號喔 這個石板民夫跟袁弘斌講 1月27號習近平就下令給韓國瑜 跟副文群 嗯 那你知道1月27號立委還沒有上任 對啊而且立法院長好像也還沒選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就認定了 因為2月1號是選完 但是立委還沒有上任 對 你記不記得1月27號的時候 那時候副文群還沒有做總召 對啊 那時候還有一個人要跟他競爭總召 叫賴士堡 對 對不對 而且那時候大家認為賴士堡希望更大 我還記得在他擔任總召的前一個晚上 我跟阿民還有蔡正元 對 我們還在福華的一樓咖啡廳 七賢廳跟副文群在商量 對不對 對對對 那也就是說1月27號的時候 奇怪了 石板明夫跟這個元老兵有病啊 他們都知道 他們怎麼會知道 時空旅人 他怎麼會 對啊時空旅人 他如何會知道說副文群會做立法院總召 對 好那更奇妙的 韓國瑜是2月1號才成為立法院長 那你記不記得 當時候民眾黨的8席8票 還沒有決定要給誰 不投 對了 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我還跟跟柯文哲主席 建了好多事變 然後終於說服了他 決定第一輪投民眾黨自己 對 然後第二輪就放棄棄權 對不對 等於暗住了韓國瑜 讓韓國瑜能夠穩坐釣魚台 沒錯 能夠做立法院的院長 也就是造成了今天 藍白可以合作的很重要的基礎 好 那問題是他說1月27號 1月27號韓國瑜 連立法院長的門都沒有啊 對啊 那時候還不知道立法院長是誰呢 更有趣 也就是立法院長 因為各個黨才的總召出來了 要決定立法院長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當時 民眾黨的總召黃國昌 特別提出來一個國會改革無法的版本 對不對 說支持國會改革無法的就是民眾黨這8票 願意支持的立法院長人選 沒錯 還希望各個候選人能夠到民眾黨的立院黨團來 沒錯 那價格交換意見 還真的大家都有來啊 對對對 那時候游錫芬也來了 對不對 韓國瑜也來了 對不對 好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1月27號這次都還沒有啊 第一個國會改革方案也還沒有出來 對 立法院長也還沒有出來 國民黨立院黨團的總召也還沒有出來 沒錯 就是你講的 為什麼會時空旅人 對 為什麼會這個這個石板民風跟原宏斌 居然還抑之 然後還變成 還進南這吳士堯也信 然後柯建民也信 你不覺得這些都有病嗎 而且重點是他們把這些所有的東西呢 把他側翼都做成網凸 現在散播出去了 現在外面的這些小綠們 都認為這些事情是真的 原來司法改革就是統戰 他們現在已經把他完全的連載出 而且他們又跟這個從昨天開始 大陸的解放軍的東部戰區 所做的這個軍事演習 軍演又結合在一塊了 所以這個是套章 其實大陸的軍演是針對賴清德財520的發言 對不對 提到說賴清德財520的講話就是所謂的新兩國論 就是台獨自白書 就是新的台獨論述 所以認為這對於兩岸的關係是既違憲又違法 馬英九都出來 而且他講得非常的清楚 論述講得很清楚 所以這些事情跟國會改革無法有什麼關係 所以民進黨就亂兜東兜西兜 然後再加上一個有病的柯建民對不對 然後去說什麼 坐在主席來的是習近平 習近平難道會時空穿越 對 任意你打開 直接進來我們台灣 沒錯 這是荒唐嗎 所以怪不得像我才知道原來副分級是先知 他早就知道柯建民有病 他需要去看醫生 所以要到精神科 到台大醫院精神科去掛號 對不對 去掛門診嘛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但是有人信 我覺得這個人也真的是白痴啊 這樣子講起來 我覺得目前在青島東陸上面的這一群 這一群小綠們 可能都是你口中的相信這些事情 對啊 沒錯 就等於也有病啊 因為現在啊 這整個我覺得民進黨 我們必須要稱讚他們一點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洗腦能力真的特別 可是喔 話說回來了 我們要把年輕人分兩種 一種在大選的時候頭腦比較清楚 後來選擇支持柯文哲的小巢 這些人是有腦袋的 是頭腦清楚的對不對 這些人並沒有去跟著民進黨起舞啊 當然啦 那現在跑到立法院門口 不管在擠南路 或者在青島東路對不對 甚至有些在中山南路 這些人他們其實 你說他真的是支持民進黨的理念嗎 我也不這麼認為 我覺得他們是看到像林飛帆這些人 突然間從09萬變成020萬 心聲嚮往之 所以小毛才講這個叫做就業博覽會 對不對 然後想要去到那邊出出名啊 看看有沒有就業機會啦 然後這些人說實話也不多欸 你說在521的時候 他們號稱有3萬對不對 沒有521怎麼可能有3萬 沒有 因為大家都知道青島東路那條多大條 那條就是兩台車這樣子匯車的那種 雙向道就這樣子而已 而且警察說什麼 警察說7000 警察說7000 警察說7000的人數比519 還要少 對 柯文哲民眾黨 在民進黨中華黨部還要少 對 而且講的人喔 不只是警方 他叫張榮欣 張榮欣是警政署長 是賴清德特別提拔的警政署長 他原來是台北市警局局長 那機會有去參加這個 郭哲民的這個八八會所的晚宴 所以有曝了光 所以認為有瑕疵 本來以為他出局了 他沒有希望 沒想到 但是賴清德還是把他拉進來 讓他做警政署長 所以賴清德對他有自慾之恩 所以他的話 絕對是為了民進黨講的 所以他講7000 我認為怎麼會高爆 不會低爆 沒錯 因為今天 我今天是在直播之前 我就想說 你有去看嗎 對 我來去現場看看 因為一直聽網路上講 一直看新聞播 我們也不知道現場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我就實地走訪了一下 青島東路的外面 我的親身感受 我覺得頂多3000 頂多就3000而已 因為青島東路它的一半 它就是有一半的區域給他們 然後外面稍微再四億出來 差不多兩三百人在 所謂的中山南路上面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真的人數沒有那麼多 另外就是到了現場之後才發現 哇 其實奧伯真的很多 什麼奧伯 他們在外面有貼 各立委辦公室的電話 而且他們是有宣導的 他們說一邊排隊一邊打電話 就是請現場來的所有的人們 都一邊排隊一邊把所有的立委辦公室 電話給打爆 讓立委 癱瘓立委的作業 所以很惡劣 他們就是用這個打 所謂的心理戰 精神戰 讓立委受到外面的這些 台獨年輕人的恫嚇 對 沒錯 而這些共民團體在那邊叫囂 那他們認為說 國民黨的文化膽子都比較小 所以他們認為用這個方式可能有用 可是他忘了 現在總召是復婚期